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镇别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力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芒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集就说说这个南韩 尹石月就宣布了 但是我觉得你突然之间 和朝鲜终止一个这样的协议 有些人就说明存实亡 客观上也是 但是现在你一点的 小小的大家给面都不给 那他放的是有K的蛋 那说真的又不是真的什么大事 你之前也是 飞过一些宣传单章去他那里 他就是为了回应你宣传单章 当然现在这样只会令到朝鲜 半岛的局势紧张 说真的 南韩首先 突然中止和 朝鲜的919 军事协议 我觉得 反而不是那么好的 因为你这样等于 现在我和你 已经连这点情意都没有 你说是金仔也没有情意 你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你是先做动手的 他又说你先动手 放气球 流浪气球 里面有K的 是你先放的 是K气球 但是他说 那你放那些纸条过来呢 拆反那些人呢 没完没了 你这样争批 没完没了 这两个国家 其实就是没完没了 原来南韩国家 安保室也宣布 将会在今天 这个会议上提交 关于中止919 军事协议的全部效力的 议案 看到应该 就会是没了 这个协议就没了 韵石就说这个就是对于 朝鲜连续 两次向南韩 是 投了一千粒大便器弹 南韩之前就说要强硬回应 总统府的国家安保室也宣布 后来他又兜兜 就是 停止这个效力 直到恢复互信 他又不说得好死 不过是你说 要先终止这个 会否令到 朝鲜半岛局势紧张 我相信他又回应回来 肯定是这样 有回应回来 南韩国家安保室就召开会议 原来也做出了上述决定 终止919军事协议的效力 他们也说撕毁两韩919 军事协议将会令到 南韩军方得以在两韩 的军事边界附近进行训练 说真的 这件事其实是最大的 这是军事运动 军事行动 因为你要在 训练 他肯定会升级 是吧 究竟他升级成什么呢 当然你们就不想他亂射 亂射 射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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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广播心理战 亦都说要恢复 要恢复这个广播 必须先停止919军事协议 喂 他的广播作战是否播放K-POP 有 好像有 之前说过有 很大的 这个真是怨实力 他们很败的 朝鲜人民 偷偷看 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看 韩剧 听K-POP 但是被别人闭嘴 很惨 是真的被别人闭嘴 看韩剧和听K-POP 看看 当然 射导弹这样做 算不算 现上逼金仔 要动手 又要逼金仔动手 我相信他肯定会动手 但是做成什么 南韩市任总统 不是射导弹 轮载人 原来就是和朝鲜的领导人在18年9月19日 举行元首会谈时签署了919军事协议 2023年11月21日 朝鲜发射军事侵察卫星 南韩宣布停止履行919军事协议的部分条款 重启军事分界线附近的 军事侵察活动 当然朝鲜隔天 宣布不再接受919军事协议的 这个是弱速 单方面是消除了 立即重启军事分界线附近的军事措施 朝鲜已经廢止了 但是你又是一个回应 究竟会不会是 继续这样搞下去呢 我觉得 始终 最后会不会有擦枪走火 最害怕就是这样 最害怕就是这样 有可能是 我觉得比较 机会大的是朝鲜方面擦枪走火 南韩也应该不敢主动搞这件事 是的 但是他拆出走火就是南韩有截状 是的 是的 这样就很难收火了 是的 这个也是 难收火了 当然现在这样的事势 因为韵石月上台以来 他推出的东西是要对朝鲜硬的 当然你说他实质上是否很硬 真心说又不是 你说得很硬 可能这就是强硬回应 你突然间中止了 另外 南韩原来也有个好消息 发生什么事 原来就是 南韩 他们就说发现了新油田 昨天大事报道 不过 最新的消息说 好像人们就 说得 大了一点 为什么呢 我们讲讲 原来 之前就说南韩发现了新油田 韵石月也宣布 在慶上北渡蒲汉市 迎日湾的海域 可能 是藏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 估计就有140亿桶 但是后组的官员在记者会上说 不过这样 目前 估计开发成功率 只有20%左右 不是那么容易开发 你知道有些地方 是有石油的 但是 开发很困难 南韩政府 当然是 委托美国佬做的 始终都是自己的大佬 原来 他们就是委托 美国的公司 他们就做了一个深海 的 陷探 发现 东部海域 南韩就叫东海 国际就叫日本海 原来 迎日湾附近海底陨床 含有大量的 石油和天然气 的可能性很高 记住不是100%是可能 隐藏量大概是 35到140亿桶之间 天然气就占75% 石油就25% 21世纪以来发现最大的 深海油田 就是 上年 经济非常增速的一个国家 就是南美国家 龟亚拿 一个深海油田 110亿桶 如果 南韩这个油田真的能够开载 南韩 政府等于中了大掌 中了头掌 最多的就是140亿桶 天然气隐藏量 亦可以供南韩使用29年 石油就可以用4年 由于南韩98%的能源都是进口 其中以原油为主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真的能够大幅开发 南韩也会使得国家竞争能力 上了档次 而且 成为名副其实的石油生产国 不过 南韩高官在 政府 细中厅 召开的记者会上 外界 就以140亿桶 天然气和石油 进口平均价格 估算 原来这个大概 1.4万亿美金的油田 但是 这种说法 原来他就否决了 就说不对的 如果到时开采出来的天然气和石油 除了在国内销售之外 还可以出口到外国 利润将会由国库和国营企业 一起分享 不过这个官员同时也表示 现在现有的资料看到 对不起 这个迎日湾 汽田油田 成功开采率只有20% 虽然石油 石化行业当中 这个几率已经算高 但是 其实20% 就不算低 也说明 因为 这些东西一中了就很厉害 但是也代表有 差不多八成是失败率的 南韩政府的规划 就是今年年底之前 展开首次的转探 如果第一次转探发现 缺少开采价值的话 因为你可能 你看到的数字 万几亿美金 但是如果他开采是过了这个数字 那究竟是否值得呢 因为你始终深海 还要 起码进行五次的转探 每次的经费 都很厉害 都几亿港次 每次转探你以为 这么容易吗 很难 由于 这个转探涉及深海的转井 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术 所以他当然是找美国佬 找美国公司 和其他的欧洲公司 假如 这个油田开发案 顺利的话 南韩企业就有望 是后续的这些工程 但是目前 仍然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相信他怎样都会拨拨 怎样都会拨拨 因为始终都叫做 这么大的肥猪肉 都是几亿人 要看它的价格 要看它的开发价格 成本太高 没有肉食 做来也不做 你不要忘记了 刚才我们说金正恩 如果开彩油田 你也不要忘记了金正恩 是吗 当然我相信 如果有其他西方公司在 他也有些猜忌 但是 始终 这个轮角 你不知道他何时发狗头瘫 不知道他何时发狗头瘫 另外 也看到 冷战2.0 我觉得 中日韩峰会 很多媒体就说 就算中日韩峰会 日韩正是和中国讲经济 美国也会有猜忌 这种猜忌之下 会不会 中日韩峰成了一些协议美国佬 迫日韩退出 或者说说不谈 我觉得也有机会是这样 我觉得也有机会是这样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节再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是这样 拜拜